今天一家人来我小姑家 我小姑种的春菜特别好 我爸很喜欢 我小姑家的春菜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春菜 因为这是种在山上的 不加化肥 不加农药 种在山顶 阳光好 空气好 浇的水还是泉水 我小姑听说我爸来了 很开心 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见面 那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这个视频对我来说 也有点特殊的意义 这个时候的春菜还不是最大的 等到12月份的时候 大概一颗可以达到三四斤重 我小姑说喜欢就再多一点 到时候再老的话得晒菜干 别看这种菜很大颗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老 没有一点苦涩味 吃起来非常香甜 春菜应该是我们朝上人 最喜欢的菜之一 但是应该很少人能吃到这么大颗 这么好吃的春菜 之前做过太多的海鲜视频 今天来一点清淡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喜欢的视频麻烦你帮他点个赞 这个菜要分很多人 准备龙骨大概一斤 用清水仿佛冲洗几遍 洗掉血水 龙骨冷水下锅 大概炒水五分钟 去掉骨头里面的杂质 现在开始准备清洗春菜 这两颗是拿回深圳做视频的 没有打农药的春菜是不需要先提前泡水的 清洗干净之后切断即可 市场上买的话尽量提前泡水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农药的长流物 准备适量的生姜切成片再切成丝 从小我爸妈就教我这么做 长大以后才明白因为这春菜是比较凉的 龙骨炒好水之后放入高压锅 不嫌麻烦的朋友可以将龙骨再清洗一遍 这也是在本地带回来的龙骨 杂质比较少没有什么腥味 所以直接放入高压锅压 高压锅上去之后转最小火压20分钟以上 起锅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油温五六成热即可加入姜丝炒香 再加入春菜把它炒至断生 煮春菜龙骨汤春菜一定要先炒过 要不等下煮起来会比较黄 没有苦思味味道更加香甜 春菜快炒好的时候加入一点点食用盐即可 因为准备煮汤了所以不用炒到它完全熟 把炒好的春菜加到龙骨汤里面 稍微把它搅拌均匀 家常菜就是很家常 从小吃到大 高压锅不能上盖子 大火煮三分钟 看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老铁们帮我点个赞分享一下 这道菜水很简单 但是创作不易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我终于有一个视频突破10万播放量了 收藏关注 看我视频永远不会迷路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